今天上午11時30分 美夫保倫街1號曼克頓山6座中層一單位內 一名38歲女外傭飛舵平台重傷昏迷 救護人員接報到場 由救護車將事主送往明愛醫院搶救 送院後證實不治 警方到場展開調查 警方回覆大紀元表示 相信女事主從上至一單位清潔期間墮下 案件暫列為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為其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據消息透露女死者墮樓前在涉案單位內抹槍 按政府由2017年1月1日起規定 外傭的標準僱傭合約已加入了一項清潔外窗的新條例 新增的條例將定明 當傭公要清潔窗戶向外的一面 而該窗戶並非位置地面 譬如可合理地供用公安全工作的露台或走廊 說被清潔的窗戶須以安裝窗花 用公除了手臂外身體其他部分不得伸出窗外